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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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再一同来诵读一次 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外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河岸些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醒过死硬的幼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酱 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演习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时爱随着我 我此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在第一节 我们很熟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第一节的重点是指出谁是我的依靠 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原来的意思 我们的翻译本 更能够表达 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是一个图画 不同的羊 在吃草 羊 就互相问 留天 你是属于哪一个牧羊人的 属耶和华的羊 就说 是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不但是描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是属哪一位牧羊人的 表达他的信靠 依靠是谁 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即使 让每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确信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牧者 面对不同的环境 我们的回应都是耶 是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即使一种信靠 懂得放手 懂得让神来承担 我们的生命今天属于谁的呢 我们关系是很密切 是羊 是完全属于牧羊人的 代表一种完全的信靠 在这个过程里面 要看清楚 我们要看清楚谁是我真正的牧者 以赛亚先知 警告我们 有一身牧者 领导 领袖 我们做侍奉的人 要小心 是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成为一个好的牧羊人 要学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要成为一个好的牧人 随时我的依靠 诗篇二十三篇的下半节 第二 是一个真正的满足 大家有印象 诗篇十六篇 我们在神面前 得到真正的满足 立位人 他们无份无业的手 皆是说 皆是我的好的份 关键是说 什么是人的需要 牧羊人知道羊需要 我们凡是生命的意义 察觉我们生命的需要 我们要信赖神 我们的好牧者 他要最好 最适切的供应 带领他们在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 因为神就是传然认识我们的哪一位的好牧人 他给最好的份给我们 不多 不少 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创造的记录当中 把最好的一份给你跟我 我们今天说 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异路 这是说 牧羊人与羊之间很特别的状态 是我们很熟悉的 如果我们说 一个路加福音 耶稣说的比喻 说一个牧羊人 他把几只羊丢下 九只九只羊 去找另一只迷失的羊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这是说 一只羊 他迷失了 我们形容词也说 迷途羔羊 迷路的羔羊 羊不太是有这个 有方向感 很容易迷路的一个动物 放羊的时候 牧羊人 带这群羊去一个很大范围的 旷野青草地地区 去吃草 羊很容易 以自己的意识走偏 这里说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假如羊有什么问题 可能病 重伤 死亡 牧羊人有特异功能 让他们起死回生吗 不是 他是说 是灵魂 就是羊 这是人 这代表羊 羊羊 苏醒 带回来 牧羊人 把这个迷羊 走遍天山万水 想找这个迷途的羔羊回来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的意识 杰里斯说 最重要是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有一个引导的需要 于第二节 领我到河安瀉的水边 大致上有差不多的仪式 羊需要牧羊人 让他们有正确的方向 迷途的羔羊 牧羊人重新带 有正确的方向 引导他们走正确的方向 为什么有千山万水找些迷羊呢 牧羊人舍不得 不见一只都很紧张呢 要找这个羊回来呢 羊当然有价值 在农业社会 大家有喜欢吃羊的吗 可能有 也有人说 羊有这个欣慰 羊有很多用途 可以做衣服 羊肉可以吃 羊奶可以喝 羊的经济价值很高 要一只羊 对羊来说是一个财富 有价值 牧羊人不想有所选诗 诗篇二十三篇说 不是这个原因 是什么 是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因为牧羊人 就是羊的牧者 牧羊人因着自己 对羊的爱 与羊的关系 因为是牧羊人 他一定把羊抓回来 找回自己属于他的羊 羊需要有一个依靠 有一个归属 需要有牧羊人 是为自己的名 牧羊人与羊有一个关系 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清楚的看到 神按照自己的熟性 是爱我们 寻找我们 曾经迷失的人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说牧羊人 为自己的缘故 为自己的爱 为羊的关系 带领寻求 寻找我们走正确的方向 不是为羊的价值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只羊 牧羊人仍然爱惜 牧羊人对羊的爱 不是因为羊是不是有价值 可能走失的羊 不一定是健康的 可能是不太健康的羊 可能走失的羊 不是很胖很健康的羊 可能这个羊是喜欢走来走去 偏走的 不管这个羊是听话 还是乖 还是健康 不管是怎么样 牧羊人 为自己的名 引导 为自己找回这个羊 让羊走着正确的方向 走在异路 是牧羊人自己 不是羊有没有价值 相信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大部分弟兄姐妹 或多或少 能够体会 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 有不同程度的体会 有一个电影 有看过 听过吗 三年前的电影 是 失 孤 孤单 失去 孤 是刘德华 所主演的 在这个 师姑 说什么 原来 每一年 有被拐卖的儿童 非官方的统计 是每年有二十万的被拐卖的儿童人口 一个爸爸的父爱 他不见了儿子 他想找回来 踏上一条路很艰难的 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找回 他被拐卖的儿子 表达父亲的爱 不离不弃的精神 早上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牧泽一样 电影中有一个对白 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父亲 一句话 常常听到 他说 在路上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 我是一个父亲 在路上的时候 我才可以感觉 我是一个父亲 这父亲的表达 他可能 平常 对儿子的爱 不太能够体会 但是当经历 儿子的拐卖 千辛万苦 走遍大江南北 找尘沙的 找寻他的儿子的时候 他就能够表达 对孩子的关系 爱 能够经历 这个爱是真实的 他是一个爱儿子的爸爸 但是在牧羊人与羊 在四篇二十三篇所提的 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 不是在路上找我们的迷羊的时候 才能够体会那一份爱 圣经说 神就是爱 神的爱是自由 拥有 神就是爱人的神 不是因为在路上 又寻找我们 不是因为迷失了 在寻找才能够体会那份爱 神的爱 是只有拥有 永远不变 神爱我们 只不过 我们是迷失了 电影 事故 英文名字有两个 第一个叫 Loss and Lonely 能够表达 另外有一个英文 是Loss and Love 这能够表达那个失去 用在生命里面 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我们记得 我们仍然有一份从神 从天父而来的 那不离不弃的爱 将来我们不管怎么样 在你的信仰路上 要离开神吗 然后要很有恩典 能够回家 基督徒有些能够进教会 要离开了 但是我们相信 神的爱不离不弃 神的爱也不会改变 不是父亲在路上 才能够感受那份爱 因为爱的缘故 他在路上 就寻找那些迷失的羊 在罗马书保罗 有两段的经文 是很能够表达 这一份不离不弃的爱 与大家一同来读 这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罗马书 第五章六到九节 第二段是在罗马书 第八章三十五节开始 这个爱是超越一切 超越父母对儿女的爱 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五章六到九节 我们一同来阅读 请开始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 其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我或许是要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现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羊自把自为顶撞 他的牧羊人 早上我们顶撞神一样 借着神的爱 基督的爱 我们就免去基督的愤怒 我们可能是义人 人人 罪人 不管怎么样的一样人 神都向我们显明 绝分 不离不弃的爱 我们的耶和华牧者 一定会爱我们 不会离开我们 这段经文 这比保罗其中一个体会 第二个爱的经文 是罗马书 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波吗? 是饥饿吗? 是侧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能看我 我们如江仔的羊 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死 是天死 是讲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些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不管怎么样 最严重 最大一件就是死 也不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神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迷失的 对信仰有软弱的基督徒 我能够提醒他们 纵然我们有机会有软弱 也不会让神的爱离开我们 神对我们仍然是不离不弃的 叫罗马书 所以说 但是不要揽用我们的恩典 神的爱不会改变 没有能够拦住神的爱的 神仍然很想带领我们回头 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但是我们放纵 揽用这个恩典 放纵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生命都会受到亏损 诗篇二十三篇 提醒我们牧羊人与羊 有一份不离不弃的爱 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牧者 我们的神 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幼骨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酱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关系 一种提醒 我们好像介绍诗篇 转变 是一种关系 越来越近身 诗篇 第二第三节 说神与 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不同的表达呢 形容神 用他 他是我的灵魂 书行 第二次 第二次是 他使我 躺卧在青草地上 第四节 用什么代名词 形容神与他的关系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这个代名词的应用 是所一种关系的 近身 这也提醒我们 我们与神的关系 与牧羊人的关系 是越来 越建立更深厚 与神的关系 从信主开始到今天 有一段时间 与神的关系 没有怎么样的成长 近身 我们就要反省 提醒我们 神许与我们 常常同在的神 同在 是羊与牧羊人 有密切的关系 不但是他 是我们的牧者 是你 与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关系 牧羊人在第四节 大尾的形容和描述 是说 是同在 羊经历一种状况 有险 无惊 羊自己也不知道的危险 但是已经经过了 有险 无惊 或许 一种状况 警戒 一种状况 以危险 惊怕 害怕 一般的人 在生活当中 遇到危险呢 有 有 一凡 在生活当中 一凡 凡 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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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害怕 金方 自然 正常的反应 遇到危险 我们就害怕 为金方 第一个 我们就这样 有 我们要说 有金无险 照常有一点点怕 但是也不太危险 好像很危险 这种情况最常出现 实际在它 当我游玩的时候 如果你去主题公园 乐园里面 我们可能坐那个过山车 云烧飞车 喜欢玩吗 这种惊吓的活动 云烧飞车 你觉得危险吗 可能你怕 但是要重复去玩 可能坐在一个山洞里面 我们就说 这次有金无险 不太危险 有人说 统计说 这个云烧飞车 这种危险的机动游戏 发生意外的机率 是两亿五万分之一 偶尽 这些主题公园的这些 有损耗 损坏 但是其实它的机率是两万 两亿五千万分之一 这其实是一个有惊无险 调查同时后有另外一个数字出现 这是乐园 都距离这个人群市区很远 这路上开车的时候 发生意外的几率 比这个坐游戏机的 意外的发生率还要高 所以路途当中比那个坐这个Rooter Costa 还是更加有危险 人生就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是有惊无险嘛 有时候就会这样子 我们的人生是有惊有险 也会害怕 但是有些人生的经历 羊与牧羊人 他们能够经历 经历了有险无间 羊可以这样说 我虽然走过死硬幽谷 也不怕造化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羊 要经历的牧羊人 附上这个担子 羊要跟随牧羊人 去找吃的草 牧羊人知道 哪里的草最好 哪里的水是最好的 经过的地方 不一定是平原 有时候经过的是说 死硬幽谷 但是牧羊人 有警觉圣 羊那些羊 不要遇上 荒山野岭 这野兽的出没 羊很胆小 这些野兽出现 这让他们很惊慌 牧羊人 让他们这些 有险无惊的旅程 羊可能不知道 但是牧羊人 为他们做了很多功夫 让这些羊很安全的 到达青草地 溪水旁 因为要牧羊人的同在 要牧羊人的肝 降 安慰 保护 能够经历 连羊都不知道的危险 已经过去 这只是有险 无惊 盼望弟兄姐妹 当你在信仰的经历 人生的历程 你可以去想一想 神保守我们 经历一些危险 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这是有惊无险的恩典 我曾经去一个医院 去探访 关怀的训练 很多年前 我到那个医院 做探访 关怀的工作 发生一个事情 让我体会 神怎么样 让这个有险无惊 的经验 有一个工业意外 有一个工业意外 有个工人重伤 送到医院急诊师 知道这个工人 不太能够行了 就帮他的家人 赶快去 看最后一面 在这个医院 是大补 工人是 家里面是 住在亚历州 那时候我开车 开车很固定的路线 不太懂其他地方 感恩 迎人很顺利去从亚历州 开去亚历州 再回头去大部 把他们的家人送到 工人的床前 看最后一面 我又带着四个小朋友 大爸爸 他妈妈是从另外一个地方 自己去医院 他就是小孩子 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天 我开这个车 去大部 工作 在路途中间 车子都坏了 这是高速公路 我在想 很感恩 曾经 带着他们 从亚历州去大部 让人很安全 顺利 把四个小朋友 送到爸爸的面前 看他最后一面 十几个小时之后 在路途中 同样的路途 已经是 有机械的故障 真的很危险 如果这个事情 是晚了十几个小时 我想象都危险的状况 神知道 神让我经历 有险无精 车子 最后 指使我一个人 一个人的处理 面对 但正正 神 让我经历 虽然危险 我都还没懂得 去 去害怕 很不容易 很 很感恩 神 让我经历 这个 有险 无精 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 在信仰里面 要学习 体会 经历 神 就是让我们 在这些经历 有时候是艰难 有时候是危险 神 已经为我们承担 神 已经带领 安然的 度过 盼望 我们能够 更多的体会 这样奇妙的恩典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让他赐给我们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 谢谢你 你常常 那一位的 与我们同在的神 在人生的里面 我们所遇见的事情 或许艰难 或许艰难顺利 但是你的脏 你的干 都安慰 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更因为 对我们 这一份不离不齐的爱 在我们迷失 的时候 神的爱 软软又临到 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求神 让诗篇 二十三篇 解宝贵的经文信息 继续放在 我们生命的当中 让我们经历 你就是我们的 好牧者 大牧人 我们都祷告 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记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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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